咳咳 咳咳 我的喉嚨怎麼又乾又癢啊 咳咳 一名30歲的女性有過敏性體質 因為做業務工作需要長時間在外騎車 最近發現常有乾咳的現象 而且當在外工作時間比較長 尤其是免疫力差壓力大的時候 症狀更是加重 往往一咳就是一個月 收治這名個案的中醫師表示 球技造血容易侵犯支氣管 常見許多患者出現過敏性咳嗽 造成喉嚨乾癢、咽喉乾燥 尤其是早晚溫差大時更容易氣管過敏 加上如果經常在外騎車 容易接觸到空氣污染PM2.5系懸浮微粒 通常這些系懸浮微粒 容易從支氣管一路影響到深層的肺炮 都容易加重這類過敏性咳嗽 球殼不容易好 外出盡量戴口罩 以減少空污對呼吸道的影響 也要避免經常吃冰冷、寒涼的食物 以免讓呼吸道機能比較弱 免疫力比較差 平常要多喝溫開水 同時可以將水梨楊桃切片 燉煮成汁和果肉來吃 達到潤肺止咳的作用 以及可以多補充維生素C 像是奇異果、番茄、巴勒 幫助抗發炎 增強呼吸道的免疫力 另外可以按壓驅池穴和骨穴 按到有酸胀感 一天三次 幫助清除肺部的燥熱 還有可以配合喝茶飲方保養 藥材準備 麥門冬、枇杷葉、貝姆適量 煮成茶飲喝 可以加一點冰糖 對於改善肝殼也有幫助